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拥有一个你说了算的人生 这是终身成长片 需要强调的是,每个人都是自己最佳的解梦者 这不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现象场的权威 也是因为真正的解梦意味着你的思维过程 身体过程和情绪过程三者的自由流动 这一点只能由你自己完成 互动 梦可以整理心灵碎片 关于梦 弗洛伊德有一个说法 梦是愿望的实现 意思是,梦会倾向于圆我们白天的一些想法 弗洛伊德还有一个说法 梦有整理心灵碎片的功能 这个说法我非常赞同 我们白天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 而我们要活在社会中 关系中和意识中 很多心灵材料就没有被整合到我们的自我中 而梦会帮助我们整理这些心灵碎片到自我中 梦的这个功能还可以引出一个说法 梦会思考 而且梦中的思考 常常会胜过我们在清醒时的思考 例如 文杰列夫发现元素周期表 就是借出了梦 讲一个我自己的系列梦吧 是非常常见的考试梦 考试梦常有几个寓意 这几个寓意 一是你在现实中 遇到了考验 你担心自己过不了这一关 例如你去应聘前做的考试梦 二是 这还可能是道德考验 例如你白天对一位异性产生了欲望 晚上做了考试梦 这是考官及超我在对你说 你太本我了 你不及格 三是安慰作用 我们梦见的考试科目 通常是我们不擅长 但花了很长时间 并最终考过的 所以醒来的一下那会感慨到 会感慨 这一科虽然难 但我还是考过了 我做过太多的考试梦 通常是回到高中考数学 因为高中数学 我是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 才把分数从一般般提到了优秀级别 最后 最后我高考考了117分 满分120分 但这一年 但这一年半 也真是够熬人的 所以 它成了我梦中的素材 但我有过例外 一次梦见地理考试 考官为难我 而我在梦中勇敢地对考官大喊 这张试卷根本没有正确答案 需要交代的是 交代的是 地理是我的强项 我一直考的都是高分 这个梦是我当时在思考我们文化中的一些东西 而最终我认定相关问题中 我们文化给的选项都是错的 我的考试梦在2013年终结了 当时我对家庭和社会的一些思考 形成了一个基本体系 虽然粗糙 但却回答了我大二时给自己出的一道考题 人性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也做了一个考试梦 醒来后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是我最后一次做考试梦了 试试证明 果然是 好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读书时间 我先读到这里 我后面会自己继续再读一些 嗯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